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是美国务务律师 邓宏 让执法手法据理力争 移民政策长期以来都是美国民众所关心的 在川普做总统的时候 川普对美墨边境采取了几个措施 包括增加边防的人力物力 同时加建美墨边界的围墙 同时在疫情开始的时候 他采用了Title 42 42号公共卫生法案 不允许这些非法移民进入美国 并且一旦只被边境人员逮捕之后 不需要经过移民法庭 移民局可以马上全返 所以这个政策也是在拜登政府的时候 曾经试图要取消42号行政命令 但是联邦法院打了几次 最后打到最高法院 最高法院暂时冻结了 拜登要取消42号行政命令的决定 他最高法院的话 他说现在你移民局并没有一个因应措施 不过今天拜登总统在参加美国 墨西哥加拿大三方美洲高峰会议的之前 路过德州 在德州的El Paso城市待留了三个小时 这也是拜登出任总统以来 第一次首次到了美墨边境 进行了解一下这情形 今天在美墨边境的时候 德州的州长Greg Abbott出面来招待 同时他也递交了川普的一封信 这个封信里面的话 也是想待会会解读一下 这里面信的内容 拜登政府当年总统来到之后 El Paso城市已经开始大清墙 将很多非法移民待留在街道上面的游民 已经全部清空 所以看起来这些整个街道都是非常干净的 并没有非法移民游民的问题 但是同时他的助手也是进行了一番的表面的功夫 来粉色太平 他们只是向拜登总统展示了边界什么样子来查毒品 这样子的做法 不过来说 这个之前移民局已经是开始进行了一系列的公布措施 这些措施里边我们可以看得出 待会会解读一下子 他们会采取哪些新的措施 首先我们要看一下子 德州州长Greg Abbott 这个深受非法移民 这个边境措施 这个其害的一个州 其中边境州里边 德州 佛罗里达州 阿里桑拉州 其实深受其害 他给了拜登总统 这个亲手交给他 一封信 这封信里边他调查尊敬的拜登总统 你这是到我们墨西哥南边的边境来看 但是这次来已经是已经迟了两年 并且的话缺了两百亿的资金 因为你这次来的话 这个你并没有看到的话 这个大规模的非法移民涌进美国来 以后成千上万的这些这个这些游民 非法移民霸占了这些街道 而导致无数的德州居民 这个他们深受其害 再次你来了 这个你来参观 这个边境问题 这些移民营已经是经过这个清理过 已经粉色太平过 所以的话 这个你没有真正看到 El Paso真正的一面 因为你们的行政部门的话 不想让你知道 这个外界真正发生了什么事情 这个事情是我们德州民众 每天都要经历的 这种这个混乱情形 就是因为你直接的领导 没有执行移民法 这个移民法是国会所通过的 你有法不依 他说根据川普 在川普时代 联邦政府已经是这个采取在 打击非法移民这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就 但是在你的领导之下 美国也是经历了世界上这个历史以来 这是最严重的非法移民的问题 你的窗打开 这个边界的政策 已经是导致大批的这个贩毒集团 他们就是透过走私人口贩卖毒品 而成为富翁了 德州民众以后为了这次 为了你的政策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他有的时候 他们甚至赔上了他们生命 很多很多 这个当地的居民都可以跟你反映 他们所每天所所面临的问题 所以这些问题的发生 都是因为你没有履行宪法所给你的这个责任 就是要保护我们边界的安全 这个部分的话 只是按照联邦法 你必须要执行法律 你没有这样子做 这个在你现在做了总统 做了一半了 你现在最后才来到边界 其实你在完成拍完照片 做完公关工作之后 你这个你这个要起事的 这个做五项事情 他提出了五大要求 第一你必须要求这个遵守美国法规 规定的不同样的打击非法移民的这些法规 你必须要执行 第二个你必须要这个采取 像川普总统所实施的42号的快速 缔解非法移民的政策 第三点你必须要想办法保证 边界还有广口里边的安全来处理 并且要起诉这些非法入境人士 允许移民局直接马上的话 这个驱逐这些偷渡人士 第四点你必须马上恢复 来逐渐要建造完成美国跟墨西哥里边的围墙 这样子的话可以保证美国民众的安全 第五点你必须要将墨西哥的这些贩毒职团 定为外国恐怖职团 这样子的话对他们进行刑事的起诉 他说我代表所有的美国人 在这次的话我向你挑战 以后要求你尽快的将我们的按照法律 保证我们美国边境的安全 这位坐轮椅的 Grey Abbott勇气非常大 所以的话他来这个他跟拜登来招待 他是德州是属于地主 没想到的话他来并没有给这个拜登总统 这个这个一个德州牛排来吃 反正的话宋唐的话就是五大要求 评级在过去几年 这个拜登政府的移民政策就失败的 当然在这个之前 拜登政府已经开始公布了一些移民政策 具体是哪一些新的政策 以后有对我们会对我们华人有没有影响 其实这个部分里面的话 我对我们华人可能没有多大的影响 不过来说有一些策略这部分的话 我们可以看得出拜登的话 现在移民政策的转向主要之中在六大方面 第一方面他要求的话将所有来自古巴海地 尼古拉瓜还有维尼尔西拉的 每个月允许三万人三万个移民进入美国 但是在美国之前的话 他们来到可以在美国停留两年 这个如果他有这个他们有赞助人的话 必须要做背景调查 还有的话这个可以并且可以获得工作许可 所以每个月三万人从四个不同样的国家来 也后同时的话他们来了为期是两年 所有这些这个民众的话 这个如果是从边界边界美墨边界非法入境美国 将来的话不能够提出这申请不符合资格 并且五年之内不能够申请 对所有来自墨西哥巴拿马的这些民众的话 不符合这个三万名的名额 同时墨西哥政府也会接纳每个月接纳三万名 从美墨边境这个被的驱逐出来的 来自古巴海地 尼古拉瓜还有委内瑞拉 这四个国家的这些非法偷渡的人士 墨西哥政府愿意接受三万人每个月 同时的话在拉丁米州 还有加勒比海的国家 在2023年跟2024年他会增加到这个两万名的 这个名额作为难民的身份 同时美国政府会给这个墨西哥政府 还有中南美洲两千三百万的经济补助 因为他接纳了这些佛杜克 所以从这个部分的话 他说他会增加对边界城市 还有这些这个政府的援助 因为他们要安置这些非法移民 从目前这政策看起来是这个有点改变 当然民权团体认为这个的话 基本上是违反了拜登政府 在选举之前的承诺 毕竟在选举的之前的时候 拜登说他们是要出于人道主义 欢迎这些非法移民进入美国 在过去两年基本上已经有大概 四百万到五百万的非法移民 已经进入了美国 当然纽约的市长已经吃不消了 当然从目前 希望拜登政府真正能够看一下 下约克克阿北州长所提供的这封要求函 希望将来的政策能够更趋于理性 能够依法执法 因为他毕竟是一个总统 必须要按照国会所通过的移民法进行执法 在另外一个案件 这个周末的话 这个礼拜天礼拜五的时候发生的 发生在Virginia Virginia在一个叫Newport News这个城市 大部分都是军人所居住的 这个学校基本上都是这个名叫做 Richneck小学 从托儿所到这个五年级 一共有五千多名学生 大部分的学生都是属于军人的子女 没想到一个六岁的小孩子 在学校持枪 向老师开枪 将老师打枪了 这也是震惊整个美国的校园案件 因为这个开枪的枪手 居然是六岁的一年级的学生 一个六岁的学生 凭什么理由可以厚到枪 为什么他会拿枪到学校来 以后这个部分的话 现在也经起各界的讨论 这个市长也表示 他说六岁的小孩子 以后拿枪到学校开枪 已经敲响了美国的警钟 因为我们出现的话 小孩子有很大的问题 当然六岁的小孩子 他开枪 伤害了老师 所以这个案件 从刑事角度来说 根据Veginia法规 六岁他可能不知道 这个是非 不知道对错 所以他不会起诉 但是警察正在调查 家长有没有失责 因为毕竟这个枪是怎么来的 家长知不知道小孩子有枪 知不知道小孩子会带枪到学校来 所以这个部分的话 警察还在调查 加州以前 如果你是15岁到18岁 非法持枪 所以这种情形的话 可以当成成人审理 但是两年以前 加州通过了犯罪除罪化的松绑措施 这一辆你只要18岁以下 非法开枪 都当成未成年审理 最过是判9个月的 这个儿童监狱的监禁 如果是13岁以下的小孩子 往往他会进行一个能力判断听证会 能力判断听证会 最重要的要确定一下子 小孩子有可能不知道对跟错 所以这部分的话 在如果是13岁以下 儿童法庭会可以不起诉 因为小孩子还不成熟 不知道是非对错 所以从这个角度看起来的话 究竟为什么六岁的小孩子 会拿枪向老师开枪 这个是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了 在另外一个会影响到 所有老板跟员工的这个规定的话 在这个上个礼拜五的时候 FTC联邦的一个 这个叫做贸易管理委员会 Federal Trade Commission 这个委员会提出了一个草案 以后经过30天的公布之后 经过60天的审理 将会全部推出成为一个规定 在国会 他可以透过参众两院立法 然后总统签署成为法律 但是对行政部门 他们可以针对国会所通过的法规 进行一些措施 像移民局 还有是各个机构 他说我们为了落实政府的这个法律 我们做出一些具体的法律的 叫做regulation 这种regulation的话是由政府的机构所颁发的 FTC Federal Trade Commission 联邦贸易委员会主要也是保护消费者的权益的 好像不时的广告宣传 这些或者是大公司欺负老百姓 他们都会采取一些行动 包括产品安全有问题 当然 这个为什么员工 跟老板之间 他会参手 这个很大的问题 因为根据统计 现在每五位美国员工 就有一个员工 会受到这个限制 那是什么限制呢 如果你离开这个职位之后 你保证几年之内不能够在我们附近的公司 我的竞争对手里边工作 不能够跟我竞争 这种的话长期以来 在加州 在纽约州 在其他州都是合法的 也就是说老板可以限制自己的员工 你在合理的时间之内 你不能够到我的地盘来开公司 或者是到我的竞争对手里边做工 这样子的话 因为你替我做工的时候 知道我很多商业机密 因为你在我附近开 直接就伤害到雇主的利益 以往这种条款叫做不能够竞争条款 都是有效的 但是FTC所提议的话 因为现在每五个员工 就有一个员工手被绑死了 以后离开工作之后 不能够在家附近 找到一个类似的工作 同样的很多人不愿意替老板打工 自己要出来开公司 但是有不能够竞争条款 老板以前的老板可以告员工 不允许他们开业 所以针对限制竞争的这种做法 也后FTC他说这个是不公平的竞争 是伤害到员工的利益 伤害到员工创业的意愿 所以他提议所有的这些不能够竞争的条款都要作废 除了这个新的法规 生效以后的将来不能不能够生效之外 那将来如果是个这个措施实施之后 以前的现在就是正在跟老板打工的 跟老板如果是签有劳工合同 不能够竞争条约的 这些竞争条约条款都不能够生效 所以这个影响非常深远 当然FTC这样做法也有很多劳工团体的这个律师认为 你只是一个贸易委员会 你没有这个权限来解读劳工法 你不是劳工的部门 不是劳工部 所以的话这个这个机构有没有这个权限来取消不公平竞争条款 他的地位他们的权利会受到挑战 不过这点的话我们可以看得出现在有很多州已经开始实施 就是不允许雇主以后向员工规定这个不能够竞争这个条款了 所以做老板要小心了 所以做员工也应该知道自己的权利 另外一个案子对我们房东来说要非常小心的 两年以前加州通过一个法规 如果你的房客拿的是政府补助券来租房子 你不能够歧视他 这个案子发生在Sankramento 一个黑人租客 残障人士 他租了房子 以后后来这个租金付不出来 以后只能是靠政府的补助 政府只能补助一部分 以后另外一部分要自己付 房东要驱逐房客 以后这个房客反对 他说我是黑人 我是残障人士 并且我是领政府的这个补助金 你不能够驱逐我 但是房东不理会 后来到法院里面 这个要到法院里面去告 还法院还没有判法之前 他已经将房子换锁 并且这个后来这个租客几个月回去之后 以后就才发现自己这些东西不见了 所以现在加州民权委员会提告这个房东 说这个房东违反了歧视法规 因为歧视了种族歧视 歧视了这个残障人士 歧视了政府补助的这个租客的权利 除了这前面这两个种族歧视 或者是这个残障歧视 这两方是常见的 这次首期提出来 也是在2020年加州法律所通过的 就是如果租客领政府的补助 你不能够歧视他 所以法律规定 你房东在招房客的时候 你可以因为房客credit信用不好 而不租给他 但是不能够因为他使用政府 Session 8 就是第八章的补助 这个第八章的补助的话 你就歧视他 不租给他 或者是以这个理由驱逐他 那Session 8 它是一个结构券 是一个coupon一样 它的规定 基本上一个民众 如果你的收入 是3000块钱 那你自己 以后可以拿出1000块钱 来交房租 如果你的租金是1500 那500块钱 是联邦政府来补助 是联邦政府来补助这个租客 来交这个房租 如果房客要申请租 他说我有一千块钱 你的租金是1500 我拿着政府的补助 以后来租这个500块钱 如果房东因为这些民众 他平时收入信用的OK 你说我不想跟政府打交道 万一政府不给你钱 那你拖欠我房租 那怎么办 租给 而以这个理由 不租给房子 给这个租客 这就构成了 所谓的违反了政府 Session 8的歧视 这是加州的新的法规 在2020年生效之后 政府一直都没有执行 不过来说 这也是第一次加州民权委员会 采取措施 说你是房东 不能够因为房客 使用政府补助券 而歧视房客 所以对很多房东来说 要非常小心了 好 谢谢大家收看今天的邓宏说法节目 我们下集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